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了迎接中国农历狗年的到来 印尼书法家协会和印尼书画学院 在2月10号在该会所联合举办一场 以一拳进中为主题的一场 逛年辉春大团拜活动 当天与会书画界前辈己性辉豪 写下了对新年的美好展望和心愿 说到中国艺术肯定会提到中国书法 那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有很多很多的书法作品 这是印尼书法家协会 今天共聚一堂 然后写下他们对新年的期望 包括希望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万象更新 我们一起来看吧 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 以汉字为依托的角度来看 中国书法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 但是这种独特性并不妨碍 不认识汉字的人欣赏中国书法 书法博大今生 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也是中国文化精髓 好 现在在我身旁 就是印尼书画学院的辅导主席 阮元春主席 阮主席您这个写书法 水木画作已经有多长年的时间了 学书法呢 就是我们初中开始就有的功课 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都有这个写书法的课程 到了1966年的时候 华校封闭 那华文会经过以后呢 一直到2000年 就是2000年的时候 我们的瓦西特总统呢 就开放经过华文的这个经历 我们开始呢 就成立这些书法社团 在印尼呢 有十几家已经开始成立了 那就是您对这个方面也非常的了解 我们先看看一下您的其中一副作品 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作品 今天呢这个因为引戒狗年的时候呢 这个狗权就是狗 是一个象征性的 今天是狗年 权是一个忠诚的狗 忠诚的宠物对主人很忠心 我们讲重非常有意义的 那就是您这么多年来从事书法以及水木画作 觉得对您个人带来的好处大概什么 我觉得书法跟绘画是一回事 培养我们的兴趣 修身我们的平心 修身养心 我们说还有一个就是 能够学习这个文化 五千年历史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是真的在世界上公认的 而且已经进入联合国的这个书法 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是华夏子女 都应该学习这个传承 发扬这个中华文化 这个书法其实欣赏起来非常的容易 但是真的要练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现在在我身旁就是彭涛老师 就是印尼书法界非常资深的前辈 那彭老师 您这个从学书法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我是从小时候 读小学的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只不过六七岁了 那么今年我是八十五岁 那么你算上有多少年子啊 所以其实这个练习书法呢 是能够养成一个细致 然后专注以及持久的品质 对不对 因为这个欣赏起来非常容易 但是真的做起来是非常难 尤其是最基础的握比方式吧 很多人就是认为 错误的握比方法呢 不但能够影响我们书法艺术的提升 而且还会可能 就会导致很多健康的问题 那大概是怎么握比才是正确的 还是出学的时候握比是这样 是用这样 对 这个握比的问题是各有各的派市 但是出学的应该是这样 所以这个要空 这个手要紧 这样扎 可以让我示范一下 到底是应该是这样 这个上面 定着它下面 是这样 假如要 竖笔就这样拉下来 这是出学者一般 出学一般出学的方法是这样 这是标准的吗 标准的 也是标准的 出学应该是扎笔扎到这样 写小字这个笔干拿到下点 写大字拿到上一点 是这样 是一个知处的问题 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洪老师的握比方法 其实不是这样的事 而且是高高在上是怎么样的 这种握比方法是很少人到这样进度 这种三个手指 要两个手指跟三个手指 这个下面套 套到纸的功力 写出来的字 这是高寸的比方 除了书法以外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认识 印尼土生华人服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